大家好,我是罪,今天剧本的缺荒十四事故,你说这次还是由我对战顶领厚键盘打 他选出了一个恶人啊,来看看玛丽能不能自得了他,CD现在直接倒地 哎,落地想用口气炮,但是还是被我踩到 双方,我们双方互怼起来了,这是CD 但是我的CD宝斯更容易接,哦,又一个口气炮 没关系,继续力毁,骗他出招 哎,骗他出了一个圣龙,但是我也没有抓到机会,非常可惜继续给他一个CD 抓不到朝就连续的CD进行压制,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三连周跳中腿,撞他一下,他没有上当 然后看我能不能强开一个BC,好机会 落地CD,他胜学不多,还要这一招,这一次 不让他再逃走了,一跳BC连接撞 现在玛丽会发电了哦,在这个版本 继续看下一场,应该是得到了很好的一个进化 下一场来看进盘挡的玛丽该如何出招 能拿得住我吗,我们拭目一弹 首先我想凹他一下,战士被识破 现在他开起了一个压制式,我并没有慌 现在稳定一下,自语的情绪,但是仍然被搞了一套BC输入很快 落地ES招,中腿别,他应该是失误了 我快速一个闪神之后,我发现我的机会要来了 哦,起跳,哇塞,这起跳正中他的下滑,还正在用这一招接着我呢 两次ES招之后,接生龙,也是在我的预料之内 现在血量不多的情况下,来看我还能否稳住 滴血反杀就在眼前,跳中腿 很是不幸中了他一个圣龙腿呢 终结这局的经验是,主要是太急了 继续看下一场 看我无敌的不知火舞现身 利用完美的身材秒杀你 轻腿先点下盘 其实这一招他很,他已经被猜到,但是就是防不好 起跳压制,起跳压制,霸气了一个压制 让他不敢出招 CD之后再再出波 来看他已经急了 他急的时候就是我反杀的几时候 轻腿点下开BC,失误了 一S波他直接出了一个圣龙铲 爬不铲 还凹我的招 轻腿是我大义,这一次绝对是我大义 轻腿,轻腿逆向,没有打到 再来一个跳,连续的跳 他也是,哇,圣龙甲还是被他凹中了 他也是急了,连凹生龙 然后看我再搞一个BC连 送他上天 反摇之后截比杀,打了一架 二三连周看玛丽该怎么办 轻腿再点一个BC,我毫不省气 一点点血要用一个BC连来制裁他 我们接着来看下一局 来看他的板气凉出场 看板气凉这局怎么玩呢 五颗气 这次不会再被我拿下吧 这五颗气 我感觉他真的要生气了 再被我拿下五颗气 轻腿下半开BC 落地飞翔角 他要狂连了 斩猎拳到板链 给一个圣龙铁大招 落地再弹一个必杀 这三七连段6了 四七连段 四七连段掉了很多很多血 掉了三分这儿的血 已经很猛了 接着来看下一局 下一局看我无敌帅气 八神紧身 感觉这次又是一场火拼的 现在我有三体再生 轻腿点他一个下盘 跳的压阵之后 板气凉仍然是不敢出招 现在给他一个圣龙 让他乱动 板气凉他中招了 底波 落地葵花 没有关系 现在再次进一套压制 轻腿下盘之后 对手他想逃 没关系跟我八神 轻腿下盘 他用重腿压我 然后八神还是被点一个下盘 他难道说又有狂连 ES招接必杀 龙虎万物啊 看来这次真的很难打 我这个血量 即便这个气很多 但是确实很难打这一局 跳的轻腿 轻腿下盘 该我表演了 落地 落地地波给一个隐藏 所以隐藏的话 就让他很难再次觉醒了 血量在那放着呢 但是对我来说 仍然是一个挑战 因为那个实战经验 还是比我充足的 青手之后 居然没有开到BC 太可惜了 小跳一下 再次寻找机会 血量都不是很多的情况下 我并没有慌 底波开路 青腿下盘 他防住 然后再来个CD 底波走 挑地风光没有血了 哇塞 万分紧急试试 青腿 葵花 他挡不住了 大家来一波关注 我们下视频再见